对佛教徒来说 孝顺父母也是一种修行 佛教谈孝道除了当生父母之外 还有无始以来的父母 一般世俗的孝道是以当生父母为对象 不过佛教认为这个只是小孝 佛教里谈的是无始以来的父母 我们这个教肖院 就是我们佛教一直在给我们 开始给我们教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我们说百善孝为先 这个好顺是我们一切成法的一个根本 也等于说它最重要的 你看我们是先说主欧募俗 众先方向 我们欲的卖做 那先的我们要不以善孝而不为 不以恶孝而为之 那所以这个孝顺在我们佛教里可以说 是我们称起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是世间法 我们中国依族和教育来说 这个好顺是非常非常重要 子女代父母 当敢生养育等等的辛劳和艰苦的恩哲 所谓无有父母则无我 孝顺除了侍奉父母之外 凡是美好的德恨 都称之为孝 善意的作为 也称之为顺 也就是说 一切美好善意的言语和行为 都可以叫做孝顺 此方新闻归文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操明 铁 自我 中方新闻归文 黄